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,成大以兰花园区为基地,以生物科技道入发展大西北地区智慧新农业。 今日发表成果,南市代理市长李孟燕允提供相关协助,争取成大设置农学院等学术单位,结合在地产业发展新农业。 成果发表会在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举行。 李孟燕表示,为解决农村人口外流缺工及农业产业升级问题,推动智慧新农业势在必行。 USR计划的宗旨在让大学走出校园与地方链接,以教育生耕地方产业。 除了邀请成功大学生科中心人员进入智慧农业研究中心,也利用生科中心研究的微生物生计导入推动智慧农业。 除了活化大西北地区的新农业,也希望能进一步提升整体农业的产值及附加价值。 成大生物科技中心指出,大西北地区智慧新农业计划事半期, 共完成为生物科技课程种子教师、助教、培训、高中种子营、 国小教学活动、产业链结媒合会、国中寒假生物营、青农三创福导媒合会等。 智慧青农业未来将展开四年计划,以科技、食安、产业、生活、资讯、 人才培训及修器等七大面向为蓝图导入农业四。 零星概念 培育优秀青农人建立云端资讯分享及管理, 加强农财安全检测与云端控管, 让民众安心享受在地食材, 并发展城乡、酱油及孤迅等西北在地特色农产。 建制农业文化生活圈落实恋恋是到172线到产业新聚落的愿景。